這段影片要介紹目前所有蘋果iOS系統設備 也就是iPhone、iPad和iPad Touch 如果遇到螢幕畫面全黑或是App畫面卡住不動的話 如何強制重開機、故障排除 首先是iPhone 6s以前機型 也就是iPhone 6、iPhone 5s、iPhone 5 和所有iPad和iPad Touch 如果想要強制重開機的話 只要同時按住電源鍵和後鍵不放即可 10秒 等到出現白蘋果 這樣就強制重開機了 再來是iPhone 7和iPhone 7 Plus 它的強制重開機方式改成 同時按住音量減鍵和電源鍵不放 音量減鍵和電源鍵不放 10秒 直到出現白蘋果就強制重開機了 直到出現白蘋果就強制重開機了 最後是iPhone 8、iPhone 8 Plus和iPhone 10 最後是iPhone 8、iPhone 8 Plus和iPhone 10 然後再按住電源鍵 再按住電源鍵 按一下音量加、按一下音量減 然後最後再按住電源鍵 就是1、2、3 再按住電源鍵 一樣看到白蘋果就強制重開機了 一看白蘋果就強制重開機了 感谢观看